6點18分我們要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明天是晴朗有點熱的天氣 有一點點小秋老虎的感覺 但是請注意喔 重點在明天晚上開始 北部東不要missing的變天 好大變天 你一定要先有心理準備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早上氣溫 台北23 金竹22 台中22A 嘉義21度 大家都知道 節奏比較晴朗的時候 大概就是嘉義這一塊 這種中南部比較平坦的地區 就容易有膚色冷卻了 所以今天反而早上 現在比較冷的地方是在嘉義地區 北部東部大概就是22到23度左右 那當然白天的氣溫會明顯的回升 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 今天的水氣真的少 幾乎是這個晴朗烏雲全台烏雲 所以下雨的情況就變得更少了 大概就是這個東半部的陰封面 偶爾偶爾有一點下雨了 其他各地大概都是還不錯的好天氣 那這個氣溫也會回升 就像我剛剛提到 今天明天的中午 可能還會有點熱 另外你在我這邊看到 這個就是今年的這個 秋天的強臺 玉兔 哇好明顯的眼睛喔 目前玉兔 你別小看它喔 它已經跟山竹颱風 還記得嗎 並列今年的最強颱風了 強度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60公尺的 等於是挑戰 會不會有可能突破山竹不知道 但現在距離台灣因為還遠了 雖然暫時沒有影響 回過頭來還是要講的是明天晚上 封面開始逐漸的靠近通過 所以明天晚上開始 北部東部會先開始下雨 而且這雨勢是蠻明顯的 接下來從星期六的白天開始 東北季風會帶來冷空氣 而且逐漸的 所以是乾冷的空氣要下來了 但從星期六開始 一直到下個星期三 在北部地區的低溫下灘到16-17度 高溫大概一整天也只有22-24度 入秋以來最冷的一個天氣 大概就是從星期六開始的 提醒你要特別的注意 好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這個氣溫趨勢的部分 如果以台北來看的話 今天白天有27度 明天29度 其實今明兩天真的是蠻不錯的好天氣 但是溫差稍微大一點 接下來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星期六開始 風面來 東北季風下來 然後一路冷空氣下來之後 低溫就掉下來了 高溫的部分 你看星期六 星期天23度 接下來下個星期一之後呢 其實都是有陽光的天氣 但是感覺卻還是只有22度 這是最高的一個溫度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乾冷的一個天氣形態 要下來了 提醒北部 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趕快趁這段 這精明兩天天氣比較好 把高暖的衣物要拿出來整理一下了 要提前準備喔 輪的感覺要來了 好 再來我們就還是要看看 這個回過頭來講這個玉兔颱風啦 雖然目前距離台灣2600多公里 但是它真的很強耶 昨天一天它有持續從中台變成長台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中心最大風速每秒是60公尺 這個其實就是跟今年清洗日本那個很強的 山竹颱風是同等級的了 還有機會挑戰今年更強的一個狀況 但現在它持續的往西北溪的方向 會去日本呢還是會去菲律賓呢 當然路徑還是有變數 但只能說暫時 這幾天對於台灣是還沒有影響的 好 再來我們就要看今天各地 想起天氣預測啦 今天整個西半部地區高溫都有29啊 32度啊 但是溫差很大 東半部地區都還是有30到40 這樣一個漂雨的機會 所以東部的觀眾朋友建議你還想準備一下雨具 外島三個地方都是好天氣 但氣溫相對來講就沒那麼高了 還是會有冷的感覺 最後來看空氣品質啦 這空氣品質今天還是很糟糕 最差的雲架難可能今天會來到 所謂的紅色警示污染物 PM2.5跟臭氧 那橘色提醒好多地方喔 中部啊 高頻啊 馬祖啊 金門 那金門的污染是臭氧為主 它那個馬祖大概也是臭氧比較明顯 中部跟高頻最主要還是做 所謂的細懸浮為例 PM2.5 所以過敏氣喘的觀眾朋友 提醒您口罩還是要準備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這個天氣資訊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來看更多的新聞